大家好,歡迎來到一世代的游泳課 這個單元我們要介紹的是 挖泳踢水,也就是挖泳泳之的腿部動作 挖泳的主要推動力是來自腿的蹬甲水 挖腿的踢法不是向後蹬 也不是兩腿伸直甲水 它是兩個動作的結合 利用小腿內側及腳板在踢水 如同鞭子,所以困難度較高 但只要勤練,再加上有人從旁協助、糾正 就可很快找到凳甲水的感覺 再介紹正確的挖泳踢水動作前 先讓我們來看看幾種同學們常犯的錯誤動作 第一種錯誤情形,翻腳動作不明確 翻腳是產生動力的關鍵,腳板是腿的尾端 翻腳未做好,等於力量沒有有效使用 第二種錯誤情形,翹屁股 收腿時大腿收太多,太靠近腹部 身體攻起,導致臀部向上浮起 因此每收一次腿屁股就翹一下,不太美觀也造成很大的阻力 第三種錯誤情形,沒有飄,收腿快 挖腿產生的推動力,是維持飄浮的圓動力 太早收腿只是浪費腿產生粗的推進力 而收腿動作太大或太快,只是增加了阻力與減低前進力 看了這麼多的錯誤動作,接下來就讓我們來介紹正確的挖泳腿部動作 而挖泳踢水的動作要力,大致可分為五個口訣 1. 緩慢收腿 2. 兩膝肩寬 3. 腳板外翻 4. 向後登頰 5. 水瓶并攏 挖泳踢水時,我們可以先漂浮於岸邊 頭部保持在水面上 兩腿并攏伸直 放鬆漂浮於水面 收腿時,小腿慢慢向大腿收 膝蓋同時分開,約與肩膀同寬 兩腳板像鋤頭一樣,勾起,朝前、朝外 兩腳板及小腿向外、向前 劃一半圓,直到兩腿并攏伸直 腳板打平,漂浮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次完整動作 緩慢收腿,兩膝肩寬 腳板外翻,向後登頰 水瓶并攏 在了解了挖泳踢水的動作要領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幾種練習的方式 包括了在沒有泳池時 也可先行練習踢水的路上腿部動作 以及水中的浮按仰面挖腿練習 浮按浮面挖腿練習 磁浮板挖腿練習等 首先我們先介紹路上的練習方式 準備動作可以坐在椅子上 兩腳自然伸直 利用身體微後躺及雙手向後撐來保持平衡 而後按照連續動作要領來進行練習 如此就是反挖腿動作練習 再來我們介紹水中的練習動作 第一種浮按仰面挖腿練習 它的準備動作是 反手抓於岸邊 讓身體漂浮於水面 而後按照連續動作要領來進行練習 第二種浮按浮面挖腿練習 它的準備動作是 浮於岸邊利用手撐起身體 保持頭部在水面上 兩腿並攏伸直 漂浮於水面 而後一樣按照連續動作要領來練習 第三種磁浮板挖腿練習 準備動作就像手磁浮板的登牆漂浮出發動作 登出後漂浮一下 再按挖腿連續動作做練習 今天我們的挖腰腿部動作就介紹到這邊 在結束之前我們再回顧一下今天的課程 有挖腰腿部動作口訣 1. 緩慢收腿 2. 兩膝肩寬 3. 腳板外翻 4. 向後蹬夾 5. 水平並隆 有適合在家練習的路上動作 在岸上或椅子上腿部動作要領的練習 有適合在岸邊練習的 配合前面的浮按仰面挖腿練習 浮按浮面挖腿練習 磁浮板挖腿練習 今天的挖腰腿部動作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 再見